是哪里人?我祖籍是江西平乡,十岁的时候搬到了广东东观 身高身高,我身高是157公分,怎么考上北大的? 高中三年我还是学习得很认真的,的确是没有任何遗憾 把我能用的经历,特别是高三那一年都用在了备考和夫妻上面 在高考之前很有幸拿到了北大的降分录取 但最后裸分也是上了线的 北大和清华为什么没有去清华?因为分数不够呀 但是如果我的分数够清华的线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北大 大一的时候怎么选专业的呀? 我是报考的时候就已经选好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然后呢大二的时候选了这个学院下面的广告专业 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 就是你喜欢什么,然后你了解一下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 最好跟学长学姐聊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样 怎么练口语啊? 口语就是还是老生常谈的那些东西 听很重要,你要听得出你自己跟标准的口音 有什么不同你才能改 所以你喜欢看美剧,看电影,听音乐,就继续听,然后带意识的听 接着就是你得开口练,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一定要多,有机会的话多找沐浴为口语的人一起说英语 就是这样边听边练,然后边改,然后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这样慢慢练出来的 如何在国内读研和出国读研之间做选择呢? 是什么时候就决定要去美国读master呢? 我自己是大三结束之后 做完一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实习之后 决定要出国读研 刚好一些同事的哥哥姐姐是出国念国音乐商业这个专业的 在跟他们聊过之后 包括我自己在网上去查一些资料 然后就决定了要出国读研 那回到如何在出国和国内读研之间做选择这个问题 我就集合美国留学和中国留学环境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来讲 我大三上学期的时候去加拿大交换了一个学期 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是对我选择最后出国读研的决定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是毕竟西方高等教育 它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这边的课程设置啊 然后还有教授对学生教学这份工作用心的程度和国内还是区别比较大 我在加拿大和美国遇到的教授 很多教授他都是会作业给你手工批改 就像高中老师一样 我觉得当时出动就很大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少会有老师去这么认真对待你的学习成果 我自己就会觉得收获更大 我也会做得更加认真 因为我知道老师的确会用心的去看 然后帮我修改 而不是只是给我一个成绩而已 还有一点我觉得区别比较大的是 在这边上课你一定是要做很多课前准备的工作 就比如说做阅读呀这些 你一定要做了你上课才能很有效的 其实说老师讲的知识 然后你才能加于到课堂讨论里面 这一点我就觉得和国内更注重于课后来写作业不太一样 除了就是教学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整个环境大环境要比国内更宽松 就是你自主的时间要更多一些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学期上四门课 然后都基本上是在晚上 然后一门课是在下午 他这样设置是因为研究生期间 他希望你有时间去实习呀工作呀 然后去获得更多的实践的经验 music business主要学什么 我这个专业给大家打个广告呗 他中文我觉得翻译成可能音乐商业比较合适 他主要是学习音乐产业它的运作呀 然后商业这一块 那么音乐产业它到底分成哪几个部分呢 现在让我来说觉得可能首先是版权这一块 那么版权这一块我们就会学版权的法律呀娱乐法呀 版权的管理呀版权的合约呀这些东西 然后呢就是艺人我们最熟悉的唱片公司啊艺人管理 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场演出表演这一块 那么这些呢就有比如你怎么办演唱会呀 你怎么去设计巡演的线路呀 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课程设置是覆盖这些所有方方面面的 包括现在除了以美国的体系为主也会带有一些国际上面的东西 比如说会讲腾讯的利益然后也有去巴西或者伦敦去学习的机会 对 家境一般能考虑出国读研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好多好多包括我在内选择出国读研之前会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出国读研是一笔很高昂的费用 但是其实你有很多选择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想出国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申请国家的留学奖学金 的确身边有挺多人也用了这个奖学金 然后应该我印象中是包括你的学费都涵盖在内的 生活方面大家都知道纽约应该算是全美国最昂贵的一个城市 物价呀房价方面 但是其实只要你想你想省钱 你还是可以找到非常便宜的房子 然后你还是可以自己做饭的话 活得我觉得跟国内的消费水平差不太多 就是说一线城市的话 可能你再省一点 你能花钱花得更少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出国的话 你去申请奖学金 然后你过来之后省着点花钱 我觉得是可行 当然这个事情一定要跟父母好好讨论 然后在他们觉得OK的情况下 然后你自己也要去为这个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